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其實不是屬於什麼玩具的開箱 而是有些玩家的部分會遇上開箱的時候遇上不知如何擺姿勢 或者無從入手的顧慮 也不能說是顧慮的,簡單來說就是不會擺姿勢 而今天就由我將我自己個人的部分心得教給大家 首先例如用今次的主角Bangman來舉例 開箱時例如這樣,關節很生硬很生硬的 就是腳這些位置 你放人形方面,手臂這個位置千萬不能這樣直 一定要彎彎的 這樣才能出到人形的線條尾 兩邊都是 腳的話呢 這裡要這樣 類似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挺起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放 頭部就看你擺不擺側身 如果擺側身就這樣 這樣的姿勢是否即時自然好多 當然有些細微位要自己跳,例如剛剛這裡 這樣 你看看整個線條尾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這些姿勢 你可以按自己喜歡的姿勢去擺 但是一定要記住人體的一個美學 就是這個位置 一定是這樣的 所謂的S型 所謂的S型 還有手一定不能這樣直不拉 這樣就會很生硬很生硬 腳的話呢 如果你擺在類似這些位置 這裡一定要微微地屈 就這樣 如果你擺姿勢就要用自己的姿勢 但是,我個人推薦,因為姿勢真的很左擋 像這些姿勢,全部都要用自家擺 所以,如果我擺姿勢就比較偏向 即是擺一些屬於企的姿勢 基本就是這樣 像這些姿勢,你一定要遷就角度 否則,很容易會很生硬很生硬 可以分解一下嗎? 是